比赛非常有戏剧性 先是邱建良没读秒 然后邱建良还了对方几个读秒 第一岛 后手的勾拳 还能爬下去吗 这个时候我对他有点心疼了 因为他上一场比赛已经要追溯了一年前 那次也是在日本 在这个恒东邦家两回合开交 这个一代老钱 四月不饶人 这次应该是连打带推的 选择下降了 下拉的一个 对 我都要终止比赛了 你还看要终止比赛了 其实裁判可以看终止比赛 我个人认为 因为这个郭维年纪也不小了 而且他恢复训练时间不长 他已经一年没有参加大战了 这个我认为从这个我们比赛的角度来看 这个郭维已经没有不具备再去比赛的能力了 没有这种抵抗能力了我觉得 这个时候裁判实际上是可以叫停终止比赛了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 不应该再游 这个时候 博维还要有力 这一次 他的体能不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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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时候 博维比赛再进去就没有什么意义 博维你看他不反 他依然是朝前走的 他依然是在顶着对方 我觉得这一波进攻啊 所以博维没有缓过来 一直到 你看 还有 还有反击这个能力啊 这个是很危险的 很危险的 但是也很危险 的确实是 在以往的拳击当中有这样的支持 明显 邱建良的那个 逆转暴落 逆转暴落 但是这个我估计很难了 这个邱建良来自于我们这个大队 如果邱建良 是一名非常有实力的 年轻的一个选手 如果邱建良 再给对方一些缓击 缓过来的机会的话 那这场比赛算不好说 但是我很奇怪啊 因为这一场 纯泰神龟的比赛 我觉得这个 波维没有整个会联系的这个东西 啊 啊 因为 他可能这个 波维也可能没有 没意识到 这个 这个比赛规律 就太重了 对 而且呢 他也当在这个 风格 就是比较喜欢用拳的 这个应该是第三次倒地了吧 但是这个是因为自己 这个方力过 身体自己 身体很倒地 这个时候好像开始用走狼 波维 但是已经往来 邱建良抗虐了 这个老拳王 波维 啊 你看到这个邱建良啊 在台上表现的这么声龙火虎 但是实际上 他在台下还是很有才华的一个人啊 听说这个英文和泰文都非常棒 好 我听说在这个泰拳的拳宴里啊 有这么几句话 就是如果对方 扫踢特别好 那就用你的拳法去克制他 如果你的拳法特别好 就用吸法去克制他 吸法特别好 用肘法去克制他 但是所有的技法 都可以用正灯去克制他 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一句话 但是我在很多的片子 包括很多泰拳的习练者 都会告诉我这样的一个 似乎是 猫克老鼠 斗兽棋一样的 这样的一个循环 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 因为那个正灯呢 有一句话 什么叫绝招 就是把一个简单的东西 做到极致的就是绝招 哦 如果有人用的这个正灯 用的非常好的话 也会有克制的技术 好 好 这最后一回合的比赛 这场泰拳开肘的泰拳比赛了 我们真的很为这位老拳王 感到钦佩啊 竟然能扛下这个邱剑联那种 狂风暴雨的两轮进攻 而且第三回合好像又恢复了一些 这个 这个进攻能力 这位老拳王果然是功底深厚 但是他对头部的防守也太大意了 所以很多泰拳手他们这个风格啊 就是说对头部防守不够 所以他们经常是用这个 用左用膝啊去进攻对手 对 这位 这位 郭维吴东宋 这位老拳手啊 一直到现在 还在保持着自己想进攻的这种欲望 是的 这种精神可嘉 从心里边我非常佩服他 这也是我们今晚这个 WIF全球功夫胜典的这个唯一的一场态势规格的比赛 但是双方打起来更像一场自由搏击的比赛 没错 我刚才没有看到双方这种 有这种走法 有这种走法 一下子被那个邱建良带入这个比赛节奏 对 他也忘记了这是一场 对 可以用 可以用走的这种赛事 我们看到这一个老拳王 波维啊 嘴部已经流血了 流血了 对 作为一个选手来说 作为一个优秀的选手来说 除了在场上渴望胜利 争取胜利之外 其实我们大家更看到能难免可贵的这种精神 所以老拳王还在用自己的帮这个动作和行为来挑战 表示我还能打 无论这场比赛输赢 我觉得从精神上不 已经不重要了 已经战胜了现场的所有观众 已经让所有的观众都 国际运动啊 本来就是一场非常有血腥的运动 如果你害怕这个瘦伤流血了 怕它倒在肋台上 你根本搞不了这个项目 没错 几乎所有国际运动员可能都或多或少受过伤 这也是项目独特性的决定 但是更专会一种力量精神意志和勇气 双方都很多人敬佩 没错 这个一位是90年的小将 一位是 这个作为还在不服气的在考虚你过来过来 所以 到现在才阐释出来一个什么是 你说什么 对对对对 不服劳 以自己的这个言行举止来告诉大家 什么叫真正舞的精气神 我觉得老老从这个技术层面上 我们已经无需再过多的分析了 现在我们分析的就是 双方在这场比赛中能给我们的观众带来一场什么 对 那像作为您来说 这么多年的武林峰像这样的拳手我觉得也并不多见 是的 是的 哦 因为这个 在马上比赛结束的最后这个一刻 郭维又危机倒了一次 我们邱建良以自己的实际行为表示了对这个老师的 双方互相勤态啊 后庆了 值得鼓掌 值得我们为他喝彩 对象我们所说的这场比赛的胜负已经不重要了 我们需要让他转出送给来自泰国的吴宗宋 好吗 这是一个让我们充满精力的运动员 我第一次在邱建良的眼神当中看到了犹豫 邱建良的眼神当中真的看到了犹豫 因为他面对了一个他怎么也打不倒的对手的时候 他眼神当中出现了迟疑和犹豫 我们也对吴杜宋这名泰国的运动员表示由衷的敬意 这是2009年S1的肌腰带的得主 和2014年S1肌腰带的得主 来进行这场超级战 这应该是一场史诗般的纯泰拳规则的比赛 那么波尔维坚持站到了最后 没有被对手击到 他用实际行动捍卫了自己的尊严 一个拳手的尊严 这真的是一场泰拳比赛的实施 一场传奇 没错没错 这时候我看到这个台湾医生 在为他腹里的时候感到一点点心疼 的确是 不过比赛就是比赛 一定要有一个胜者 比赛胜负应该已经没有什么悬念了 我不跟上路不 Power 特别塗得好 比赛币国红丰手 球界来获胜